大型集装箱船在靠泊的时候撞倒了三台敲试集中机 直接的损失高达5000万美元 简单计算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629米只需2分12秒 那对一条船来说 这点时间你这点距离你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在3月16号土耳其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钟 艾维亚波特港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碰撞事故 是阳明海运租赁的一条船长为368米的大型集装箱船 在靠泊的时候撞倒了三台敲试集中机 直接的损失高达5000万美元 在事故发生之后 和很多网友朋友要求我对该事故做一个专业性的分析 而这个案例呢 我看起来也是颇具代表性 那今天呢 咱就从事故的原因 船长的责任和共同海损 这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那在此之前呢 我先给阳明海运证个名 这条船叫YM Witness YM就是阳明的缩写 而且呢 它的船壳上这个logo写的也是阳明 但这并不代表这条船就是阳明公司所有 并且进行管理的 而是另有其人 它的船东叫C-Span 中文的名字是赛斯潘 那阳明海运只是租用这条船来运输自己的货物而已 而租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具体就要看租船合同的规定了 但是对一般的定期租船合约来说 船舶的所有权 管理权等等 你包括船长和船员的雇佣 这些都属于船东 这个就跟在2021年3月份 发生的那起著名的事故一样 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那个长次轮一样 虽然船明船壳 都有长荣海运的logo 但长荣也只是个租家 而真正的船东是日本的正荣汽船 那一句话吧 如果出了海市事故 船东才是责任人 和租家没有什么关系 好吧 我们就开始分析这次事故 所使用的平台和数据来源 就是我一直使用的船事宝 我们打开它 在船博这一栏 我们搜索一下 搜索这个船名 YMVinness 然后找到了这条船 然后在轨迹当中 在这里输入事故当天的时间段 我选的是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 这10个小时 然后再点击这个查询 就可以回放传播的运行轨迹 那为了方便使用呢 我打开了这个多轨迹列表 这边有个小眼睛 点这个小眼睛 随时就可以复盘了 这样方便 那么现在使用的这个图层 大家看是卫星图 我们把它切换一下 把它切换到海图 这样做的话呢 便于讲解 好切换过来了 大家看这就是海图啊 大家看这个标记嘛 那这个标记就是饮水站 那饮水源呢 就是在这里登轮的 在此之前 船博的操纵 都是由船长来指挥 那饮水源的登轮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 大家看这个点嘛 它是9.3节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点上 就出来一个菜单 那最下面这行 大家看 对地速度是9.3节 上面呢 就是船博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当时的池水是14.6米等等 好了 我们看下一个点啊 下一个点是7.9节 再看下一个点是9.7节 也就是说 饮水登轮时的速度 船长把这个船速控制在7到9节 这个还算合理 可是这个饮水源上来之后就变了 大家看 就开始加速了 看这里是11.2节 这里 这个是12节 再往下 这一点是12.4节 再来12.5节 这时候就到了这个大桥附近 那么过大桥肯定是要减速的 那么看它减速了 减到10.9节 过来之后 这边是10节 随后 这位饮水源就开始疯狂加速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13.2节 13.2节 那在这边15.5节 再往下一个点 这里就到了16.1节了 再下一个点到16.3节了 这种速度这是要风 因为前面马上就要穿越航道了 而且必须要求是直角穿越 肯定是要降速 在穿越的过程中 转向的过程中 船速必然也会降下来 那我们看一看 它转向时 这条船的船速是多少 看到了吧 高达13.9节 而这个转向点 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此时 从这个点 距离码头脖位的距离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用这个电子方位线 和活动距标圈的这个功能 就可以了 我们给大家测一下 大家看是多少呢 从码头过来 这边 看这边写 2.47海里 那这时候传速是13.9节 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下一个点 这时候距离博位是1.19海里 船速是11.6节 再往下看 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底线了 这时候距离码头 仅仅0.34海里 速度居然还有9.3节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什么感受啊 我这时候已经坐不住了 浑身在出汗 在这里需要暂停一下 我给大家做一下解读 轮船或者飞行器的速度 用节作为单位 那1节呢 就是1海里 每小时 那船速是9.3节 就意味着时速 是17.2公里 而此时呢 到码头的距离 是0.34海里 我们把它换算成米 就是629米 简单计算之后 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629米 只需2分12秒 那对一条船来说 这一点时间 你这一点距离 你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如果说非要做什么的话 这个时候只能让大船的主机 全速向后开道车 抛下船头的双毛 一节毛链之后锁死 同时全部的脱轮 全速向后拖住大船 但即使是这样做了 也只是辽近人事而已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碰撞发生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这可是一条长368米 宽51米 吃水14.6米的庞然大物 九节多的速度 你如果想在几百米的距离内 把这条船停住 那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结果呢也是如此 该轮以八节的速度 直接就撞上去了 这种操作 我们可以说是惊天地气鬼神 用此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 顺便看一下当时的气象信息 大家看这边有啊 那就是个好天气了 所以说如果排除 传播自身的故障原因 比如说主机故障 全船失垫等等 那么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就是传速过快 人为的操作失误造成的 以上就是原因的分析 具体的结论 咱们就一起等待官方的公布 再来说说船长的责任吧 我以前的节目有好几期都讲到了这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篇委的卡片 或者评论区的置顶 我把所有的往期链接都给他放上去 这里呢我再次说明一下 这个饮水员载船并不解除船长和驾驶员的责任和义务 一句话可以说明 饮水犯错 船长担责 大家或许会认为这样不公平啊 但是也没有办法 规则就是规则 那既然船长都担责了 那就要负责赔偿了 可是一名船长他哪来的钱赔不起这些天文数字 所以赔偿主体的责任人是船长背后的船东 简单说吧 就是保险公司会根据船东投保的险种和条款负责理配 你比如说那三台起重机的倒塌 那就属于碰撞的直接损失 那同时问题也来了 乔士机的倒塌所导致的祸损呢 那事故导致的船舶滞留 货物转运的间接费用损失 这些由谁来承担呢 这些是否属于共同海损呢 那说到这个共同海损 我们只能先来看一看它的定义 在同一海上航程中 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 为了共同的安全 有意的合理的采取措施 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 支付的特殊费用 这些就属于共同海损 而无论在航程中 或者航程结束之后 发生的船舶或者货物 因延迟造成的损失 包括船期的损失 包括市场的损失 以及其他的间接损失 这些都不得列入共同海损 实际上就是四个关键点了 缺一不可 那四个呢 共同面对真实的危险 这是第一个 为了共同的安全 这是第二个 有意合理的措施 这是第三 第四是额外的牺牲或者费用 大家把握这四点 就可以自行去理解 并且呢 咱们就往这次事故中套用 看看其中是否存在 有共同海损的行为 如果有问题呢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继续讨论 那行吧 这期关于这起事故 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